半个时辰后,使天魔源粗暴地撞碎一颗颗拦路的巨木,跃落于王雄的尸体跟前,而这时皇甫听风已经带领了十九名弟子赶过来。 皇甫听风仰视使天魔源尖头的谭云,指着左侧不远处一个个凌乱的脚印,脸色阴沉。 谭云爹,我赶来之时,汝燕尘已经跑了,从脚印能看出,汝燕尘和拓跋梦,还有神魂仙宫的弟子,应该都在一起。 老元,你有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? 主任,空气中残留的气味还未散尽,按这就跟着气味去追。 视天魔源旋即朝左侧急速狂奔而去,唯有谭云的声音回荡在皇甫听风耳畔。 皇甫兄,你将王雄好生暗脏。 话音未落,视天魔源已载着谭云几人出现在西侧百里之外。 谭云内心一沉,发现乾坤界里又是三枚风雷一脉弟子身份领牌爆裂。 旋即,他手中的传音符闪烁起来,田香的声音从符中响起。 谭云,我在东南方向二十五万里的丛林庄,刚刚拓跋梦,杀害了我们三名弟子。 拓跋梦,我今日必杀你。 老元,你追的方向是对的,他们就在五万里外了,快追。 是,主任。 视天魔源一边依靠敏锐的嗅觉,一边释放寿石笼罩方圆三万里的地狱。 谭云清楚,田香口中东南方向二十五万里,是以时空仙山悬崖上的洞府正面作为参照。 故而他知道,拓跋梦等人就在五万里之外。 同时谭云自复,以拓跋梦练魂大圆满实力,顶多只能激发夏贫亚尊气灵州的三乘飞行速度。 不管怎样,以视天魔源的速度,他的寿石一定可以锁定住拓跋梦等人。 见识拓跋梦等人必死无疑。 两课中后,视天魔源朝东南方向飞奔两万余力之时,巨铜中流露出凶痕之色来。 诸人,俺已经发现他们了,他们就在前面两万九千里的苍穹中。 谭云谋中杀意愈发浓烈。 三刻过后,视天魔源越起万丈,跨过与丛林接壤的一条奔腾河流,跃落在一处山谷之外。 释放临时的谭云,已经发现前方六千里的虚空中,拓跋梦正驾与灵州飞行。 拓跋梦? 老子要你不得好死。 谭云双拳紧握。 同一时间,苍穹中拓跋梦释放出灵石,一发现身后六千里处,一头高达千米的紫黑色巨猿正朝自己所在狂奔追来。 拓跋梦,怎么样?我们没有被谭云他们发现吧? 如烟沉沉神色有些焦急。 如今灵州上已经开启了隔音节节,外人无法听到灵州上众人的交谈。 灵州上一千四百多名神魂仙宫弟子,已是焦虑不安地看向拓跋梦。 拓跋梦如实回应。 少主,谭云临缘速度极快,照此速度,最多一刻便能追上我们。 这,这可如何是好? 都怪我从幻境中出来,把黄佛圣宗那名弟子杀死。 这下好了,可怎么办呢? 众弟子闻言,面如死灰。 如烟沉忽然想到了什么,猛地一拍手。 拓跋梦,谭云的灵源只是四阶堵截旗,还没有凌空虚度的能力。 我们就在苍穹中飞,谭云也拿我们没辙。 神魂仙宫众人意识纷纷复合,只觉如烟沉所言即是。 反观拓跋梦,嘴角忽然勾勒出一抹冷笑,朝乳烟沉供了供身。 少主,如今凌缘只带着谭云、穆梦义、中武诗瑶、黄甫玉、南宫如雪,还有三名陌生弟子前来,这可是击杀谭云的大好时机。 少主,我想稍后用阵法控制住凌缘,然后再放出我们带来的灵兽,将除了南宫如雪外的谭云七人全部击杀。 你有几种把握? 实诚。 好。 拓跋梦,本少主相信你,待除掉谭云,本少主返回宗门后,重重有赏。 谢少主。 拓跋梦面上激动,实则在听到重赏之后,内心却毫无波澜。 二后拓跋梦出言命令。 任何人不得释放灵石,亏是后方追来的谭云等人,你们都装作未被发现的样子即可。 此刻,站在世天魔园肩上的谭云,已通过灵石发现了拓跋梦驾于灵州,急速射落于一座山谷之内。 谭云眉头一皱,莫非如烟臣以为他们逃过了自己的追踪? 接着,谭云透过灵石发现,山谷中的拓跋梦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,开始布置一座幻阵。 接着,他便与众人凭空消失于山谷之内,而他们所站之处,已经变成一片弱大草地。 雕虫小记,你们死定了。 谭云冷笑不已。 同一时间,山谷方圆万丈的弱大幻阵内,拓跋梦指尖乾坤界频频闪烁。 煞时,六十四根石杖之巨的阵机,自乾坤界内化作流光分散开来,呈环形插入四周。 拓跋梦柔弱无骨的双手,在胸前划出道道玄傲轨迹。 接着,一圈圈由灵力幻化而成的阵纹,隔空射入六十四根阵机之内。 拓跋梦,你在幻阵内又布置了何阵? 少主,此乃六十四系,困魔神阵,可以困住五阶杜杰七妖兽一个时辰。 拓跋梦说着,美眸中却流露出了深深的崇拜和悲伤,因为此阵正是他曾经的主人所传授。 什么?可以困住五阶杜杰七妖兽一个时辰?太好了! 只要待会儿谭云的陵园进来,我们便可以控制住他,然后我们轻而易举地宰了谭云。 拓跋梦啊,你可真是本少主的福星啊! 片刻后,士天魔园带起一阵尘埃,在大地震产之中落于山谷之中。 谭云等人从魔园尖头跃下之后,便撇视百战外的弱大草地。 谭云忽然面朝士天魔园。 老渊,除了汝燕尘之外,其他人统统给我灭了!